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可以 如果他的命短的话 他只要这么小 他就接触到佛法 实际上他就延续了他的会命 他的会命只要明白道理了 他能延续下去 他的生命就会跟着他一起延续 因为要记住一句话 很多人不懂 以为会命是为生命服务的 因为你有多少长的生命 你才拥有多少长的会命 实际上恰恰相反 那是因为你有多少的会命 你才能延续你多少的生命 有些人活得像一个死人一样 所以他的命就会很短 他想不开他会自杀 而想得开的人他拥有会命 他拥有智慧 他懂得怎么样克服人生的困难 实际上他克服了一个困难又一个困难 他不就是他的肉体的生命也在延长吗 是的 是的 对不对啊 对对 没有会命想不通自杀了 不是命很短了吗 想得通的话 就算生命给我无限的责骂 那责难 让我痛苦万生 但是我知道人就是来受苦的 受完苦我下辈子可以不受苦了 所以他坚强的活着 他不是在延续着他的肉体的生命了吗 是的 是的 好了 是的 嗯 谢谢师父啊 明白了师父